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份大力 小枫 不好了 别玩这些幼痴的游戏了 男情二位 跟我们走一趟 他们正常北方快速移动 快剥开 他的尸体在哪儿 公布这个消息 恐怕会引起恐怖 我就先杀你弟弟 战神宫传来消息 诺兰山家族的舰队 已经要离开地球了 我觉得诺兰山家族的人 不会轻易收拾的 他们前后两次侵略地球 绝不会被我一个警告吓走 地球这样的边缘星球 按理说入不了诺兰山家族的眼睛 除非地球上 有他们觊觎的宝物 战神宫监测到他们探索过 一号和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不过没有进入 似乎那两个地方 隐藏着重要秘密 诺兰山家族的人 还搜索过太平洋海域 奇怪 那片海域没有古文明遗迹 那片海域虽然没有古文明遗迹 宝物倒是有的哟 足够让宇宙级强者垂涎的宝物哦 金角巨兽 金角巨兽 冰狗 我看金角巨兽全战就发生在那里 此后金角巨兽的尸体就沉到了海底 如果金角巨兽不是被我夺射 他的尸体就在诺兰山家族搜索过的区域 诺兰山家族贼心不死 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金角巨兽的去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高兰山家族的人找不到金角巨兽 难保不会盯上我家人 我在白兰星买下的B级城堡 不知道能不能抵挡他们的攻击 何卫 投资结果如何 队长 找不到 根本找不到那金角巨兽尸体 我们小队负责打西洋 几天下来将整边海域全部送上遍了 就是找不到金角巨兽尸体 我们这边也是 我们一共八十人 几乎将地球每一寸土地都翻找了数遍 却还是一无所获 那只有一种可能 金角巨兽的尸体被别人收走了 队长 我们该怎么办 根据如新地球网络过去的信息 那金角巨兽最后一次出现 是从如今的地球领主罗峰的交战中 那一战最终罗峰斩杀了金角巨兽 但离席的是 罗峰是在战斗结束一年之后 才突然现身的 狐狼道人 我们这群星道 也该拜访一下 这位地球领主的亲属了 是的 走 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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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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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鲫匀 这个 这么说 因为 麸 tongue 很晋 чет 咯 真 小心 来 来 小心 三平 叫我来 加油 好 秦夕 快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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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 爹 破 є 取景完成 古拉大人 还有两小时二十六分 抵拉内阁生命星球 灰蓝色的星球 真是漂亮 诺兰山 诺兰山舰队 纪录太要细了 他们提前到了 海王星上的侦察器 发现宇宙舰队进入太阳系了 估计一个小时左右 就会抵达地球 启动基地防御系统 请报告 请报告 希望皇神从基地将在三分钟被关闭随人密合空闹 请军民立刻建设GDP难所 请报告 希望皇神从基地将在三分钟被关闭随人密合空闹 请军民立刻建设GDP难所 请无法进入生存基地里居民 立刻抢我地下逼弹所 请报告 我们到了 终于抵达这颗生命中 星球了 发现信息网络 入侵 这颗星球名为地球 半径约六千四百公里 表面积为五亿一千万平方公里 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为陆地面积 百分之七十点八为水域面积 星球表面引力约零点第一个宇宙标准重力单位 星球总人口近七十亿 强者数量为 结果虚拟宇宙网络 联系老组长和温大人 老组长 我们已经到达了那颗名为地球的星球 地球 原来那颗星球叫地球 普拉 我们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收到捕摩的消息 连祖祖都无法联系他 他很可能已经死亡 所以 你们千万小心 明白 你们以最快速度搜集地球数据并采样 有了星际坐标飞行记录数据和样品标准 我们就非以迅速和黑龙山帝国申请 直接将这个地球买下 以免多生事端 是 老师 立刻收集数据 执行准备购买地球程序 走 走 红哥 诺兰山家族已经开始行动了 如果他們直接大面積入侵 即使是生存基地 也抵擋不了多久的 諾蘭山家族戰艦遲遲未動 派出的武者也沒有攻擊行為 他們可能已經猜到了部落的結局 所以對強制侵占地球的計劃 有所爆料 你猜對了 我在地球網絡 監測到了諾蘭山艦隊的製料 正在瘋狂收集地球數 我給你 我告訴你 我會先買下地球 地球是無主的 先導先得 如果是他們先買下地球 那到時候 地球人完全就是帶下羔羊 论平处置了 罗锋必须尽快突破 解锁账户 这样才可以抢在 罗兰神家族前 买下地球 人类的希望 全在罗锋一人身上 不能乱 越是这招关键的时刻 越不能乱 冷静一下 冷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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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业务要尽快帮人家搞定 行长 有重要客户来解锁账户 哪儿重要了 不知道我正忙着给一星客户办事 他是五星客户 什么 停 这边走 比特厄行长 您的权限不足以接待五星客户 接下来会由智能系统全程接触 还请您开 果然 现在整个银行的控制权限 已经转移到智能系统上了 三星人员请稍坐 罗峰先生请随我来 老师给我留下的账户 级别这么高 请出示 能证明隐墨星一脉身份的物件 并用精神念力 扫过我的手臂触摆 以确认您为隐墨星成员 数据符合 第三步 请输入三重色围波段密码 您可以选择意念输入 语音输入 手动输入 这种密码很复杂 会根据输入者的时空坐标等因素 随时生成新密码 我帮你算出来 你照着我输入 密码输入成功 查询了 我到恒星级 宇宙级 欲种 这三个层次时 可分别得到三笔巨块 但我这次得到的是最少的一分 能不能买下地球还未可知 希望能买下地球 老三 钱过吗 够 我一百亿 钱五笔 钱五笔和黑龙笔的汇率 是一比一千 一百亿钱五笔 至少能对坏十万亿黑龙笔 哪怕地球是最高规格的生命星球 也就三万亿 一龙笔的身家 还会拿不下地球 走 我们去帝国关属 买地球